上个星期被指擅闯民居骚扰和恐吓前妻的电讯公司前首席执行员 传出涉嫌菲利三名亲生子女 新报的报道指出涉案男子的前妻其实在四年前 因为得知孩子被前夫侮辱和菲利 前后报案超过15次 这一名男子近期遭到警方严扣四天之后被保释外出 而警方以案件缺乏证据为由决定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对此副首相兼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拉杜斯里旺阿兹沙就承诺会展开深入调查 从2015年起 这名电讯企业前首席执行员就被指多次非礼自己的两名女儿 以致她的前妻向警方报案超过15次 四年前两名八岁和十岁的女儿接受心理咨询时透露 父亲曾在他们熟睡时非礼他们 事后还要求保密不要声张 不久后年纪最小的女儿向妈妈投诉说 腹部不是有时还想要作呕 到医院查看后才得知自己的女儿遭不明人事非礼 随后女方再向警方报案 去年11月女方的儿子也向母亲揭露 说自己被强迫光着身子睡在父亲身旁 同样的女方也到警局报案了 而在上个星期四这名男子擅闯前妻住所 对前妻发出死亡恐吓 尽管女方已经递时间报警 不过该名男子遭警方严扣四天后 已经被保释外出 据了解副检察司是基于案件缺乏证据 而没有展开进一步行动 对此副首相兼妇女部部长 拿督斯里旺阿兹沙表示 由于案件涉及未成年孩童 因此她承诺会彻查此案 据了解涉案者的前妻目前正在接受 妇女援助组织的帮助 而两名女儿目前还和父亲一起生活 NTV7综合报道